气球总统 股民收入 气球总统 股民收入 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人人肩上是挂了条毛巾 除了擦辛苦的汗水之外 还要擦心酸的泪水 因为政府计划在10月份 要二度调涨电价 大家苦不堪言 只好向总统喊话 气球总统 股民收入 气球总统 股民收入 让总统知道 让中央知道 今年的事业在涨电价 很多厂房要关了 他们都已经跟员工说了 所以希望马总统能听到 百姓的声音 与民同在 真的百姓苦不堪言了 目前已经有公委要关了 有三五家 虽然没有三五家 他们都炸的蛋 用电价胜的 成本很高 到底差了多少数字会讲话 这位开铁工厂的庄老板 拿出民国100年 跟101年11月份的账单 竟然差了20万 当初为了生计不得不苦撑 但是若政府再调涨 恐怕就真的得关门大吉 我们一九月已经起了20几万 我们九十六年的时候 我是111万 现在变140几万 因为起两次 电价涨以后 已经变140几万 已经 我们工厂已经受不了 涨价幅度太多 出现什么困难 因为 我们的出口 成本一直沾 没有办法提升价格 没有办法这一单 去年油电商涨 唯独薪水没涨 已经让不少家庭度日如年 现在议员带头向中央喊话 怕能还涨店价 也希望总统能听见 让百姓们不要再苦哭了 简军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